他是他三姨 他是他四舅 不是那意思 大家叫王姨是艾成 就是学校的老师们也都管王姨叫王姨 就是艾成 对王姨的一种倪成 就是因为他关心大家 教大家上课细心细致 所以大家叫艾成 就是王姨 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就叫乱谈了 就上课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叫王老师 尽量叫王老师 就是艾成 我们对王姨的爱 对吧 对王姨的喜爱 就就是亲切嘛 是不是 就是亲切嘛 因为他无私的教学 大家觉得就像亲人一样 是不是 就像亲人一样 对 来 小礼物 点赞 八一调师走一走 对王老师当然出名了 就是论姿排辈 我们中国古典舞讲谱系 从李正义老师 唐满城老师 创建中国古典舞深运派的课程 第一届舞蹈学院的古典舞本科班 王伟老师 对吧 所以唐满城老师和 李正义老师 包括王平老师 就那一辈的老师 之后第一届传人就是王伟老师 是不是 唐满城老师先是了 李正义老师90多岁 在美国也可能教不动课了 所以现在活跃在一线的 就是王伟老师 当然出名了 活着的国报 是不是 来 八一小时点点赞 下一个环节 我们就来解决这个 悬和拧的问题 对吧 我们一个单一的手臂 是经常出现这个位置的 经常出现这个位置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环节 要把它练好 要把它练好 是不是 对 来 喜欢一个小时的 八一小时点点赞 小欣欣小礼物 八一小时点一点 我们点赞往上走一走 现在我们点赞多少 才5.5万呢 我们点个10万吧 对 然后借这个休息的档口 有问题可以提一提 有问题可以提一提 有问题可以提 对 然后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5月份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开 系统的身孕的线下课 对 大家就是能上线下课的 就是最好也可以走进 我们线下的教室 不能向线下的 你就先上课 对吧 我们有很多课件 给大家准备着 对 给大家课准备着 跳舞总软绵绵的怎么办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对 两个问题 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跳舞总软绵绵的 一个是拧多少度 拧多少度的问题 跳舞软绵绵的 其实就是没有发力感 我们总说跳舞松 挨脚师说跳舞松 叫什么呢 叫松弛 不叫松弦 跳舞的松是什么呢 跳舞的松是内食外虚 就是你感觉它好像软绵绵的 那你说它真软绵绵的 那它不就卸了吗 对吧 它还能跳了 不能跳 所以我们跳舞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 你感觉它松下来 但其实它单甜的 里边是使着劲的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纯软 里边找不着劲 因为你没练过纯实 对吧 所有的松弛都要先从纯实开始 所以像这种总软绵绵的人 你得先够学使劲 得学会使劲 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能松弛 松弛才能里边实 外面虚 所以你们很多人 就是平时跳舞都不使劲 对吗 因为你们不使劲 没使 没使上劲 你们是什么呢 你们是这个学习的规律不好 什么呢 还没等把使劲学明白呢 上来先学松 就像相当于没学会走 先学跑 是吧 这不行 所以你们先学使劲 使劲都特别会做了 然后你再去学放松的勇劲 对吧 所以很多机构 你们线下学习 包括你们很多成人学习 总觉得 哎呀妈呀 我是成人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有啥不懂的呀 还有我不用练那个基础 你看我来了就起范 我就玩虚的 反正你们不会使劲 反正你们那真虚 你那不是松弛 你那就是虚了 你老虚了 你就跟棉花似的 对吧 所以对于业余成人 要先练有劲 对吧 你得先学会 把力量感给我练实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才能慢慢的有这个 内实外虚的感觉 是不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人 认识到这件事了 跳舞根本没你想那么简单 像你想那么简单 全人类都跳舞了 那哪还分职业业余的 说系统专业的教材 对吧 大家就是这个问题 成人吧 上来吧 总带着自己的心理符号 你看我是领导 我是教授 我都啥不明白 我经常该掉 是点也是那种感觉 我吃的盐 比你吃饭都多 我用你教育我 你还在这件事上 你还真的我教育你 让你实现